好 请看看摩托子观西经461页 461页的地方呢 这个表格就是把五门禅 属习不敬观慈心 还有因缘以及念佛观 这五个啊 开为说他有十门禅或十五门禅 那这个开法呢 就在460页啊 这边帮我们做了一个介绍 他说一般把它开为五的话呢 从五开为十啊 再从十五合成为十 是怎么合的 就是如果你开出来的方式 就是像属习观 他开出来有根本特胜 十六特胜跟通明才 那你看这边很特别哦 属习观开成十五门的话 属习 随习 观 习 奇怪 一般以六庙门来看 一般以六庙门来看 指环禁三门没看到 那指环禁三门呢 它是因为它是属于别的方法 它会观比较强 因此放在下面 别的部分 然后 再一个不敬观 它开为三门 就是九享贝舍跟大不敬 这个九享贝舍跟大不敬呢 这三者虽然一般把它看起来好像 它是不敬观啊 九享贝舍跟大不敬啊 但是当中只有一个九享官 是属于坏法禅 九享官是属于坏法禅 各位可以参考 次第法门西经的三百零二页 次第法门西经的三百零二页 三百零二页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修正出世间禅法的话 里面有坏法官还有不坏法官 这个坏法官里面有九享八念跟十享 这个八念它为什么在坏法官里面 因为它是为了要除九享的部位 当它修不敬观之后 它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惶恐或不安定 那这个八念是一个为了除这两个部位的一个方法 所以它事实上本身并不是属于不敬观 但它是属于为了他们的一个补助方法 因此列在一组是属于坏法官 那不坏法官呢 里面刚看到我们刚才有念的八生出对不对 还有八贝蛇 知道吗 有贝蛇啊不敬啊 这就是属于不敬 这就是不敬 我上次有念过它的别名 记得没有 我们上一周有念过它的别名 它本身就叫不敬观 八不敬 八不敬 这八生处八不敬 八不敬啊 这是属于不坏法官 不坏法官里面的官禅 所以不敬观呢 未必全部都是属于坏法官 它里面有一些是属于不坏法官 但它不坏法官呢 它的修法 就必须要靠您有比较高的一个文会 文会啊 就是说你要文经教啊 要有这样的一个慧解做基础来进行 那不敬观呢 看完以后下面慈心观 它慈心观啊 从它的对象有众生原词 把原词跟无原词啊 拆出为三 然后因缘观 从三世到果报 就是二世这样子 然后到一念里面开出十二因缘啊 这是属于葬教的 在因缘观里面 一般在葬教 葬通别人的葬教里面 就已经有这三种因缘观 那念佛呢 一般佛有分三生 佛有分为三生 三生就是指它有三种佛 应报法 就是法生报佛跟应佛 法生报佛跟应佛 这三种 那三种里面呢 它现在要把它合 再把它从十五里面啊 再合出来变成什么样 跟十又把它变成为说成十呢 属习观不变 它事实上属习观啊 就是我们说的 它是修根本禅定的 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我们上次也有讲 那十六特生跟通明呢 它是在属习观后面 加上你的慧 随着你的慧的增加 然后呢 它不再落入只有属 它这时候事实上是以观察习 观察这个习啊 为主 观察习为主 比方讲 各位看到那个四禅 四地法门西经的273页 你们如果没有代书的 就自己写上页数嘛 就是TN04之P273页 像你现在没有看到书 你以后有一天忽然要复习 你至少知道书在哪里啊 是留下您的 好 这地方是属于十六特胜里面的 第几个步骤而已 第三个步骤而已 所以各位我记得 我不只一次请你们回去做什么 观察您的呼吸啊 一小时给我几秒钟 十秒钟啊 那时候刚开始 您会开始觉察您的呼吸 那觉察呼吸的时候 您可以 他这边告诉你啊 随着您心住于定 这也是我们活水禅里面的第九单元 这也是活水禅里面的第九单元介绍的 当您心住于定 然后之后会随着您的随缘 就是随着您的喜啊 您的喜就会改变对不对 您的喜就是您的所缘 您的喜会有粗细有变化 这时候您就会发现有长短的不同 一般场上都会认为说 入喜长粗细短啊 那是因为我们的心开始有散心 慢慢的收射住于内 这时候喜好像随心而收入 会觉得好像录的比较长 会觉得你好像吐出去的比较短 所以很多人告诉我说 老师我好像五秒钟当中 不是绝对的 我好像入喜用了三点五秒 初喜用了一点五秒 感觉上 事实上那并不是真的 那并不是真的 那事实上是一个 我们在触节 不会慢慢练 反正我就告诉你 一分你就是一口气在五秒钟内解决 一秒一口气在五秒钟内解决 你慢慢调整 慢慢练习 之后您就会发现 您的喜开始慢慢的收射 而且您对于呼吸的感受 觉察力会增加 然后时间久了以后 加上您配合念佛观 还有配合上日常生活里面 因为念佛观结合好以后 您先要开始思维的时候 那个心念再起来的时候 它像是一边镜子 你要觉察这个喜或觉察这个心 就很快 然后他后面就要说 你看这个喜出入还很好玩 你后面随着时间越来越久的时候 出入喜的路径相同 都是什么呢 从鼻子到齐 假设这时候 它不是所谓的生理性的呼吸 它是属于知觉性的 这时候从鼻到齐啊 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喜如果很长 喜很短 同样的一个路径 您所用的时间 这个喜长是指呼吸声的长短 就是呼吸声很长 那是因为您的心如果比较细的时候 大部分同样的路径 它的时间会花的比较长 心比较粗 它同样的路径 它的呼吸声 它的时间会花的比较短 这都是火水船里面有介绍 看一下答案复习一下 这个表格 就是当您的路径 随着您的心 越休息越久的时候啊 您的路径啊 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会 刚开始肺活量 然后一般刚开始修的时候肺活量 这是日常生活 然后到一个阶段以后啊 因为你练习五秒钟 你的肺活量会比原来平常散心 你还没有学的时候会增加一些 那这事实上是应该最标准的肺活量 就是您增着你身体的标准肺活量 你不用刻意去增加 它自然就会增加 然后增加以后这个肺活量 因为你不是刻意去增加 它就可以当您上座的时候 你依然维持这样的肺活量 那随着时间的练习 刚开始练叫做粗条嘛 然后从粗心到细心 对不对 慢慢的一路过来 同样的肺活量 但是它的时间会加长 那这个时间加长 这一段啊 一出一吸一吐 这个一吸一吐就是呼吸声 也就是时间的 息的长跟短 所以你看这边这一个点 从这里 就是我们来 从 这一个点去 方框到圆框 然后 这一方框到圆框的距离 跟从圆框到圆框的距离 圆框到圆框比较远 对不对 就是它的呼吸声比较长 这边的息比较短 也就是所谓的 知息长 知息短 你就能够知道它两者的差异 可是前面如果连这个觉察呼吸 都做不到的时候会很难 那前面为什么还要练那个所谓的 一口气你一间练习你的时间长短 我们的标准的呼吸一分钟的人啊 有的人会比较 当他刻意要练或者说放松的时候啊 一般是当你在讲话或 不是刻意传态16秒 1分钟16次 但是有些人他本身比较做办公做做久的人 或他呼吸本身比较倦怠 有一种症状是人体的病 叫做呼吸倦怠症 那这种人啊 他可以一秒钟一分钟呼吸10次 9次 然后他会跟你讲做法 就是他有的人不知道有这样的病的时候 他去小餐啊 他会自以为很满意 因为他的呼吸声很长 然后他会说啊 我不用刻意调 我就低于12次 因为5秒钟是12次嘛 所以说他说他的肺活量很大 那很大很简单啊 我们有个测的方法 我们就用5秒钟给你 然后如果你肺活量大的话 我5秒钟就是1 你在我5秒钟数1的时候 你就放那一张纸在你面前 这张纸大概距离你的面前大概1卡 1卡 以那个人的手来比1卡 我的话就是我 因为你手大的人 你身体上的比较大 你就是1 然后人小的人 他手就比较短 大概大部分一般骨壳是这样的比例 你现在1卡的面前 这样手摆好 你就直垂在面前 然后你就1 2 再储 就是他吸气什么时候吸不管他 你给他测2分钟 然后他就开始喘 他没办法持续到最后的时候 他最后30秒或者就得一做完90秒 他就开始喘 就代表他肺活量事实上是很小 他事实上是有点呼吸倦怠 他并不是真的肺活量很大 肺活量大你再这样吹 因为低于他平常的量嘛 他应该不会很喘 他会变得很喘 那种情况下就可以测得出来 他并不是真的他自以为他的呼吸声 很长的那种标准的呼吸声 他是有病害的 这样子清楚吗 我现在发现我跟你们讲可以要讲这样 你们就会理解他怎么好用 你们在我们在互相磨合 这样你们回去自己要撤 我现在把方法也教你了 那就变成是你回家再不练 这 这就怎样 我也没法打 要回去要练 这样知道的吗 是倦怠还是真的好 像上次我记得是谁 奇境是不是 说你有时候会低于十次还是几次 好像修宇也有讲过是谁 奇境 说他会很低次数很少 奇境嘛 因为在车上讲的对不对 那应该不是宝玉 因为会讲这种问题 他就是刚跟我聊才会有这种问题 久了就不会 然后之后呢 这是同样的一个路径 然后你的长短 之后是因为明明路径是以 就是您会觉得您的席比较短 可是他却是心比较细喔 各位看这边 他是细 可是他却是 他这边点是细 可是上面这个细啊 他的短是在配到粗 下面这个短是配在细 不一样 为什么 是因为您慢慢的转细以后 当您的席的前半段 您知道 可是后半段的时候啊 你就是 他的席已经非常微弱了 就是他的席啊 已经慢慢这个缓 这个坡啊 慢慢慢慢的缓 很缓很缓很缓 那缓到他进来的时候啊 他的席的前半段 他清 他知道 那到后半段 因为他很缓 而且他是属于体内的了 那前半段有一些 我认为内外交接的部分 所以他前半段知觉到后半段 已经很缓 所以你察觉不到 那也就是像我们在很多 像那个高声传啊 或者很多禅师的传记里面 会看到他们说 这个人啊 你拿手指头去 去碰他的鼻息 不觉鼻息 对不对 可是他却是活的 他是热的 这个人是热的 但他可以做好几天 那是因为我们的呼 我们比方说我们一秒钟是15次的呼吸 一分钟15次的呼吸 那当他低于7.5次或6次的时候 你要去觉察到他 因为你的你的韵律度 你的韵律度已经比他粗糙 而他很细 就是觉察不到他 但是你要觉察他 你说他有没有 他还有 他只是很微弱 微弱 然后起伏很低 低于我们的觉察 好 那这就是随着同样的肺活量 他的波度会变低 然后缓度会越来越缓 好 再一个呢 就是路径不同 这前面都是路径的哦 然后他这个是后面 你觉得洗茶 是因为你能够支援到全段 觉察全段 但这两个的路径是 这个是 这个是完全路径相同 后面这一个是路径是相同 但是他强调是 你感受的路径 多一个感受两个字 有没有找到 有看到吗 有哦 多出感受这两个字 就是到后来啊 会多出一个 感受 变成说你虽然实际上 弄的路径是一样 但是感受的问题 知觉上 因为你的心息 那个心已经太低 另外一个情况是路径是不同的 他有时节的不同 来判长短 就是说路径如果短 而你花的时间很长 就是你走的路径很短 可是你花的时间很久 那你一定可以知道 他的定是很什么 很细的 就是说 从他的时间 假设这个时间花的很长 这个时间花的很短 那他们走的路径 这一个却长的时间啊 却是走短的路 是不是代表他的心比较细 而这一个短的时间却是走很 比较 比较 长的时间却是走比较 短的路径是时间 就心很细 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却是走很长的路径 那就属于他的心比较粗 比较粗 所以那个路径长短 有的人刚开始学 他们会用 代息的方式 代他的息去弄 那就会告诉他一口气 可以弄到哪里哪里哪里 那我就跟他开玩笑说 假设你是心细的人 那这时候就可以跟他讲了 事实上你的心是粗的 你在玩这个席的游戏 并不是我们禅修所说的那个 细的那个细 他以为路径拉得很长就好 这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啊 事实上他后头啊 有弹书的啊 有像这个就是弹书 这就是我们考察的另外一个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在玩席的游戏 还是他真的在觉察呼吸 那就是有一种代席的玩法 你要玩游戏就是浪费时间嘛 然后在这边 这两个讲完是16特圣啊 所以他是随习 他重点是放在觉察呼吸 那他观习的话 就变成像我们他 当你习道观跟念国观结合以后 你一开始正向思维 去想想像佛的经意 像法华三妹啊 你就会去思维经意啊 那这思维经意的时候 他你就开始想你怎么样 在一切法当中都能够用上去 这就是属于观慧 所以他的观习 是因为他本身有观慧 你除了两者的习道观结合以后 你后面还配合上正思维 这就是观习通明观 那不禁观有九祥啊 费舍跟大不禁 那这个三个啊的介绍 我们待会书后面会有 我们在那边再细一看 这就书比较多 那再来是雌星观 他说雌星观怎么从三个变成一个啊 是因为法原词跟无原词啊 都是属于礼的部分 那今天呢 属于你要入礼观 进入这个礼观的时候 当你有誓 誓修也需要礼 由誓而后入礼的话 那他这边就是你们二十一行讲的 莫礼去二 能不能找到 就是说陆礼观 那陆礼观以后 因为法原词跟无原词 都是属于礼的部分 所以说他两个就含陆礼 对不对 陆礼 含陆礼叫做莫礼 莫礼以后就是去掉这两个礼的 那去掉这两个礼 也不是他没有 是因为你存世去礼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只有世修一个 那由这个世修应用另外两个礼 而后成为一个礼观 就叫做雌星观 这样可以吗 这个莫礼观不是没礼去二 是莫礼去二 是你 今天以礼观一抬起来说 这个世必须礼的时候 那世必须礼相符 那法原词跟无原词 因为是属于礼的部分嘛 所以说他一抬起世礼并去二 他就纳入里头去 叫做莫礼去二 好 那姻缘观一样啊 像果报跟仪念十二姻缘观 也是都是礼的部分 所以到最后他也是纳入三次十二姻缘 就像我今天下午跟他们开个玩笑啊 我就说秀玉啊 你回家不要听MP3啊 然后秀玉就说 好啊回家会听喔 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回家没有听 那个法华金的MP3就是什么 就是七生啊 你跟我正式承诺啦 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 当说出来的每句话 我们就必须要去注意我们后面落实的能力 那我们说出来落实的能力 我们还要注意到什么 如果我们说出来的话跟我心里所想的东西 我还有一段距离 这也是代表我没有办法自成 就是没有办法很真的心执心来回头看自己 然后甚至自己 跟为什么会有一话说出来跟做出来 还有一段落差 也是代表有一个区块是没办法面对的 这都是要讨论的部分 这就属于我们在修姻缘关的部分 也会用上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说 当我说每句话 我要注意他后来的发展 我还要自我追踪跟自我什么 勘察啊 去勘察我到底做到多少啊 然后这件事情的反应是如何 那随着这样的情况下 就会去做修正 不是光什么无名原型 行原事难会背而已 就我这句话我这样去说 可能我们当场是觉得我们以会相应 可是我们随着时间乱久了以后 我们会去检查我们发的愿 就会发现我到底这个历程当中 我是只有那时候发心 说出那句话说 与会相应 我后面的历程 是不是变成是我跟着大环境去乱了 被无名所牵 被无欲所牵 而没有坚持在我发心承诺 那一撒那的明跟那个愿 所以他要跟吹的一个动作 那念佛观呢 他一样就是说 因为那个报佛啊 报佛本身是属于 来我再看一个图好了 这个刚好今天有用到 因为这个报佛 他本身是属于自法句 那那个法佛是属于理法句 所以当你在起官的时候 这两者就算是理的部分 对不对 这两者就算是理的部分 所以一般我们官都是会比较会 官哪一个 官应佛 官应佛 就是因为上面两者是属于理的部分 就是自法句跟理法句 所以法跟报啊 当你一真的起修事官 就是去世存理 就是官应佛 好就是官应佛 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 就是他为什么最后都会挑出 只挑一个做代表 他的原因是在哪里 这样清楚了吗 清楚了 那最后再多出一个 前面没有的就是神通 神通利用 好神通利用 462页 第七行的部分 他说这个四到五法啊 虽然他是四法 但是他能够防御过啊 他不需要帝制 就已经能够发五肉 四到六吧 这就是各位请各位在你们的 表格前面有没有加上这些字 根本四禅是属于有肉的 有吗 然后16特生属于有肉亦无肉 现在我们进到四到六嘛 四到六他说他本身是无肉的 他能够发是他属于四禅 但是他因为他能够让我们去掉欲 去欲防贪防欲防被爱欲所系 因此他是属于无肉的 属于无肉的 这各位表格前面都有加了 所以说他是能够呢 虽是四到六法 虽然呢他是出示克法 但是他是四法能防御过 防您的御过 所以啊他能够发五肉 四法却能够发五肉 比较特别的要记得 那另外再一个是慈心官 慈心官呢 我有我现在都有帮你们画 对不对 我就你们就自己看这画 慈心官良德呢 慈心官他说啊 他是属于亦有肉亦无肉啊 那如果您是慈心官 一有肉亦无肉 七到十是亦有肉亦无肉啊 怎么话都要写好 已经三周了要写好了 好亦有肉亦无肉 那他说慈心官呢 本身并没有办法安慰阶 所以说是以他其他的慰阶啊 来修来安这些慰阶 那像在四禅波罗蜜里面 他就会有稍微 他慈心官他讲的很少 他是八福 那他就是说 事实上大部分的慰阶啊 从四根本禅就可以来安的 那像在因缘观啊 念佛观五通 那个念佛观神通观啊 这五通五通就是指神通禅 这几项呢都是什么 都是约他的慰阶 都是由看他修的时候啊 另外一个的慰阶 而来安地安他的 这几个都是约他慰阶 好 再来下面那一个是天台诸润当中的禅门来意不同啊 他说这十门禅啊 刚才我们讲那十门跟次第禅门 次第禅门就是四禅波罗蜜 也就是我们次第法门西经 那一本书的主要的原本 然后跟这里面我们说禅的对峙 对峙就是十神观法当中的柱道对峙 十神观法的柱道对峙 对峙道对峙就是指说 我们有去修种种的柱道法 就是还有种种的柱道法 像三十七道品啊 那些柱道法 那些柱道法里面有一个是六度 六度的柱道法 六度里面的禅度 叫做禅波罗蜜 六度里面的禅波罗蜜 他说这些种种的三种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呀 他的差别在哪里 那智者大师呢就回答他啦 他说啊今天摩合子观的禅定境 摩合子观的禅定境 跟四禅波罗蜜的禅波罗蜜 跟摩合子观的柱道对峙的禅度 以禅定境跟禅波罗蜜来看的话 因为禅定境他的重点是放在你 为了要修成波罗 所以说他是禅善跟顿 他禅门后发 他重点放在波罗开发波罗 那四禅波罗蜜他重点是放在你的禅门发向 你怎么样快点修正你的位置 说他是禅善跟利啊 禅门就是这样先发 等于重点不同 那禅摩合子观里面的禅定境 跟摩合子观十神观法的禅度啊 这两者又有什么差别 他说啊 当你在禅定境里面来看的话呢 他是属于什么 任运自发 你对到禅 对到这个观境 你就能够任运自发 那摩合子观的那个禅度 禅道对自禅度 他是因为要为了破遮障 他不是为了对境而后任运自发 他变成是这样 我今天遇到一个困难 我要突破这个困难 因此我使用这个方法 令他成为我的助到型 去突破关卡 跟我在摩合子观里面的禅定里面 禅定境里面 随时随地就发出禅定 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说当他对到遇到逆境 然后遇到贪欲境的时候 他已收射身心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禅法 然后让自己对于眼前的一个环境 不会被动摇 这就属于什么 摩合子观的助到里面的禅度 那摩合子观的禅定境里面的禅 他讲的说 我今天在任何事情上面 我自然就任运自发禅定 随时随地都在任运自发禅定 这样状态 这样了解吗 那他那个禅定 又不一定是安止定 他有可能是什么 禁分定啊 因为他还是要挑财运水啊 搭车吃饭啊 这样的状况 那再来这十门禅的深浅不同 这十门禅的深浅不同 这个深浅不同呢 就是四禅啊 他说像四禅当然是根本的啊 他是属于正胃禅 那胃禅呢 胃禅一般来讲的话是凡生共通 我们怎么说 他说凡生共通是因为 就算是凡夫 我们一般众生 他说我们都有出地未产 就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出地未产 只要您稍微用功愿意去做的话 你或修不修啊 你自然就可以得 自然就有 这是我们已经怎样讲 我们在我们的累结当中啊 已经累积下来的质量啊 就要凡生同共啊 你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特胜的话 他就必须要有关会 到了通明观 他的关会啊 正向更细了 他这边就已经需要 特胜就需要关会 到了通明观的时候啊 他的正向深细啊 已经细呢 次于于总 他越来越深细啊 但是这三者呢 都是根本时光 智慧力比较弱 都智慧 智慧力比较弱